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们想买一些大件物品或者是比较贵的商品呢 而又刚好在这些地方旅游 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里购物 那感恩节呢是首选的时间 但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些地方啊虽然州政府不会收取任何的消费税 但是呢他们的地方政府仍然会向消费者征收一些购物的消费税 那比如说呀阿拉斯加的地方税呢就可达到7% 新汉布什尔州的地方税就是3%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非免税州 像是加州的消费税就可高达7.5% 另外印第安纳 密西西比 新泽西 罗德岛和田纳西的消费税就可达到7% 而且呢除了州税 同样这些地方的政府呢还是会征收地方消费税 举例说德州 州政府呢就会收6.25%的消费税 那有些地方政府呢还是会收2%的地方政府的消费税 那这样加在一起我们就可能会支付8.25%的消费税 再或者是加利福尼亚州 综合消费税就可高达11% 另外呢在美国购物缴纳的消费税中 有一种是联邦政府在进出口货物上才收的关税 比如说像是在机场免税店里买的东西 所谓的免税呢就是这种关税 这项税率啊是根据商品和商品产地的不同来定的 那这也就是啊为什么游客会在美国的免税店 购买扣式包包 雅士兰黛还有千帝之类的产品 因为呢是会省去大笔的银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退税的问题 如果啊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去旅游 都会有这个购买商品退税的这么一个服务 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美国是没有国家级的退税制度的 只有在一些少数的州呢 会为游客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 就像是旅游业特别发达的加州 他都没有制定可以为游客提供退税这样的相关规定 而且呢消费税是美国各州政府自行征收的 目前美国呀只有德州路易斯安纳有退税点 国外的游客呀可以凭外国护照 以及往返美国90天内的机票凭据退消费税 德州呢甚至还允许给美国公民退税 但前提是您购买的这个产品呢 一定要可以证明它您是要拿到国外去使用的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的退税日 在美国为了促进消费 美国的某些州呢就会在一些特定的日期里 实行这个免税的政策 那这也就被称作为美国的免税日 免税日的时候呢 一些特定种类的商品就可以免除消费税 比如说啊常见的免费产品 就有学生物品鞋子衣服或者是节能产品等等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网购如何避免消费税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大众消费当中啊 网购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了 在美国实行的法律 没有对跨州网络交易征收消费税 简单的说就是卖家和买家 如果在同一个州 卖家就要向买家收消费税 那如果不在一个州就不需要收 一些大的卖家呢会明确的告知 哪个州的买家需要支付消费税 那这些州啊一般都是卖家的公司所在地 或者是销售点在或者是仓库 那如果啊您网上购物的收获点是免税州 其实呢您无论在哪里购物都可以免税 但是有些网站啊它是这样的 它对于美国的大多数州呢 它都是免税的 只对于少数的州会征税 所以我们在购物之前一定要税比三家 因为你买的东西多的话呢 税费也很多呀 这样比较一下就会为我们自己省很多的钱 那今天关于美国消费税的问题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